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菩萨功德藏 一 何等为事事有故事事有 为无名有故行有 二 何等为事事无故事事无 为事无故名色无 何等为事事起故事事起 为爱起故苦起 三 何等为事事灭故事事灭 为有灭故生灭 四 何等为事间法 所谓色寿想行事 五 何等为出事间法 所谓戒 定 会 解脱 解脱之间 六 何等为有违法 所谓欲戒 色戒 无色戒 众生戒 对 或是否 仲联�시 背后 仲联斤 以后 凤为 弗生戒 其 何等为无违法 所谓虚空 涅槃 数源灭 飞 鲜 hatte 树元灭 元祈法信主 八 何等为有记法 归四圣地 四沙门国 四变 四无所谓 四念处 四正秦 四神族 五根 五粒 七绝分 八圣道分 九 何等为无记法 未 世间有边 世间无边 世间亦有边亦无边 世间非有边非无边 世间有常 世间无常 世间亦有常亦无常 世间非有常非无常 如来 如来灭后有 如来灭后无 如来灭后亦有亦无 如来灭后非有非无 我集众生有 我集众生有 我集众生无 我集众生亦有亦无 我集众生亦有亦无 我集众生非有非无 过去 有几如来 波涅槃 几身闻 辟知佛 波涅槃 未来 有几如来 几身闻 辟知佛 记众生 现在 有几佛柱 几身闻 辟知佛柱 及众生柱 何等如来 最先出 何等生闻 辟知佛 最先出 何等生闻 辟知佛 最先出 何等如来 最后出 何等生闻 辟知佛 最后出 何等众生 最后出 何等生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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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质合索 有几事解成 有几事解坏 何者为生死最初几 何者为生死最后几 世民无几法 菩萨摩赫萨坐如十年 一切众生于生死中 无有多闻 不能了知此一切法 我当发矣 持多闻葬 正阿纳多罗三秒三不提 为众生说真实法 世民菩萨摩赫萨第五多文藏 慈悲赞我心 慈悲不但是所有人类 进化的大道 也是人类存亡绝续的道路 凡能升起利他之心的人 就必然是为真正值得我们敬仰 尊崇的对象 因为内心升起无限利他之心 不只是个人世界 喜悦和幸福的泉源 更能利益无数藏身 凡是有言 能与此人相遇者 即使是十二不赦之徒 都会在生命中 受到极大震撼 而改变一生 人间的相互慈悲 可分两种 一种含有烦恼 另一种不含烦恼 不含烦恼的慈悲 越审查越稳定越清楚 历久年间 但含有烦恼的慈悲 经常过一两天就没了 当我在陌生之地 遇到陌生之人时 我的心里没有障碍 没有隔阂 因为我认为 在我心中 我们既然都是人 你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之间 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平等是众生 爱与慈悲 是人类基本的品质 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 爱是一种希望帮助他人 获得快乐的态度 慈悲是一种愿他人脱离痛苦的渴望 慈悲不是一种自私的心态 并不是因为他人是你的朋友 你才希望他们能脱离痛苦 真正的慈悲 甚至会扩充到包容敌人 因为慈悲来自看见其他生命的痛苦 其中也包含了你的敌人 当你看见敌人受苦 即使他们曾经伤害过你 你都能发出真正的慈悲心 虽然讲悲心的主要是菩萨称 大称的经典 但其实所有佛教的理念 都是建立在悲心上 佛陀的一切教法 可用两句话来表明 第一句是 你必须助人 这包括了所有大称法 第二句是 若不能助人 义因不害人 这是全部的小称法 这表达了一切道德的基础 那就是不害人 大称法和小称法